为了避免满城相送 齐悦走得悄悄的 这边 尘世也早已经准备好了 给定西侯说了声 托他照顾好家里的孩子们 便谁也不带的上路了 齐悦带的人也不多 只有阿如阿好和胡三 当然 还有长云城留下的 四个侍卫 既然多养了这四口人 就不能让他们闲着 知道消息的 只有千金堂的弟子们 但为了避免消息走漏 来相送的 只有刘浦城和张同 十一月是我师父的祭日 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去祭拜过 今年我会去 到时候跟娘子在京城见吧 刘浦城说道 不知道自己那时候还在京城部 但他要去墨北的事不打算告诉别人 齐悦笑着点点头 四辆车 四辆马车 二十几个护卫 悬挂着定西侯府旗帜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远去了 而与此同时 周冒春意气风发地出了京城的城门 虽然可以经由官府下发皇帝的口谕 但周冒春 但周冒春觉得那还不够真诚 所以他决定自己亲自带着皇帝的口谕来邀请 这么大的惊喜 一定能把这恋家的小娘子哄到京城来 然后将那些前所未见 前所未闻的衣迹 统统讲给他 听个够 直到二十天后 当周冒春站在千金堂里 听刘浦成说 齐娘子进京了 他才知道 自己此时从城门兴高采烈地冲出来有多傻 而这时候 齐悦正经过城门进入京城 齐悦抬头看着城门 哇 好高大的城门啊 他仰起头看 阿如阿好 也从一旁挤过来 看着这比永庆府的城门 大的很多的城门 然后便是车马两旁 热闹的人群 吴三骑着马 从后边赶上 手里举着一把各色小吃 尝尝这个 来尝尝这个 他大声喊着递过来 阿好高兴地伸手去接 谢谢姐夫 阿如一巴掌打在他头上 胡三红着脸 黑黑笑着动力十足地跑开了 别拿着钱乱花 阿如在后嘱咐他 哎呀 咱们还在乎这几个钱呀 钱呢 就是用来花的 瞧你小气的 齐悦 已在车窗上笑道 阿好 阿好也吃了手里的串子 凑过来 对呀 对呀 姐夫现在很有钱 阿如气恼不已 伸手去打他 虽然还没正式订亲 但阿如和胡三的关系 已经确定了 齐悦也说 要给他们办亲事 但阿如还是坚持那个 齐娘子不成亲 她就一日不成家 齐悦笑着 看着两个丫头闹 前边的车上 下来两个仆妇 娘子 夫人让问问 是先逛逛 还是先回家去 当然是先回家 齐悦忙打道 陈氏的身子 看起来健康得很 但长途奔波 还是很累的 仆妇们应声事 不多时 又回来了 夫人请娘子那边坐 齐悦应了声 车靠边停 她扶着仆妇下车 陈氏掀起车帘 亲手扶她 我们从皇城大街过 陈氏含笑说道 皇城大街 就是皇城根吧 齐悦猜测着 果然 一路上陈氏掀着窗帘 一一指给她看 这是五部衙门 那边呢 是五军都督府 后边车上的胡三等人 自然也跟着走 却见越走人越少 气氛越严肃 不由都谨慎小心 看着不时 看着不时一个石狮子 护门卫兵 速立的大门 就连拉车的马 都大气不敢出一下 夫人的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胡三忍不住 低声问一旁的护卫 不是 好像是在冒儿胡同那边 护卫 低声说道 正说着话 一个衙门里走出一队官员 分别坐上轿子 大家的车马忙停了 让他们先行 这一耽搁 又是好一会儿 那从这里过界 胡三更压低声音 问道 护卫挠挠头 不是 绕远了 他意识 低声说道 胡三傻了眼 那这是为什么 从这里过呀 或许 夫人想让娘子 看看京城的热闹 护卫猜测着 胡三看着这大街 别说商铺了 连沿街叫卖的小贩 都看不到一个 热闹 你瞧 陈氏伸手 指着越来越近的 一处高高的房子 契月随着他看去 黄砖绿瓦 日光下 闪着耀眼的光芒 那是黄城内的成天门 过了成天门 就进了宫城了 然后就走到东华门 皇子公主们 要是出门的话 就是从那里走 往日呢 如果有朝拜宴席 众人呀 也都是从这里入宫 沿着那条路直走 然后左转 就到了皇后 皇后娘娘的昆宁宫 契月如同进故宫参观 听电子导游讲解 只可惜不能亲自走一遍 如今买票也进不去 来了京城 自然有机会进去看看 陈氏听到他的嘀咕 笑着说 契月愣了下 啊 真的吗 他带着几分不信 皇宫那么好进去啊 真的 陈氏点头 神情坚定 陈氏出身大家 想来自然有机会进宫 好啊 我跟着姨母 好好的开开眼界 祈月笑着说 陈氏笑着握了握他的手 再次看那渐渐远去的皇城 车走出这边的街道 终于回归繁华 扑面而来的是街市的热闹 胡三等人终于松了口气 恢复了正常 陈氏放下车帘 对着热闹的街市没有任何解说 祈月自然 祈月自然也不会问 只听得外边喧哗热闹 又走了一段 马车停下了 夫人 到了 外边的仆妇说道 来 看看我的家 陈氏笑着说 祈月掀起车帘 见面前是好大的一处宅院 山墙巍峨 只是有些荒废 似乎久不住人 祈月不由愣了下 难道陈氏家里没别人吗 不是说好大的一个家族吗 陈氏已经下车了 亲手来扶他 祈月忙下来 门口已经站了七八个下人 都是年纪大的 神情激动 小姐回来了 他们纷纷失礼喊道 陈氏含笑 一一看过他们 你们都还好 都还替着我守着家 多谢你们了 听他这么说 下人们忍不住抬手擦肋 小姐折煞老奴了 他们纷纷说道 祈月一直含笑看着 这边阿如阿好 胡三等人也都过来了 陈氏拉着祈月的手 抬脚准备进门 巷子外 传来热闹的人马声 十几个家仆 护送两辆马车过来了 雪娘 先从马车上下来一个 与陈氏一般大年纪的男人 他不带下车 就大声地喊着 陈氏看到他 露出笑容 三哥 他失礼患道 男人大步过来 身后马车这才停了 下来两个稍微年长的妇人 一般的绫罗绸缎 竹柴耀眼 你这孩子 怎么不到家去 他们拉住陈氏的手 又是欢喜 又是责备地说 又打量他 怎么瘦成这样了 其实 原本比这个还要瘦呢 齐悦在一旁心里说道 要是看到陈氏几个月前的模样 这些人 估计都要去准备后事了 大家叙旧 齐悦自动让在一旁 说了没几句 陈氏就回头寻他 这是月娘 他伸手说道 这边的三人才看过来 齐悦忙含笑失礼 进去说吧 陈氏却没有再多的话 直接说道 三人有些意外 在看眼齐悦 但也没有再问 雪娘呀 这里怎么好住 还是回家去吧 妇人拉住陈氏的手 说道 陈氏摇头 微微笑 嫂嫂 这里就是我的家啊 听她这么说 妇人有些无奈地 看一旁的男人 男人看着陈氏 最终 叹口气 什么也没说 自己抬脚 先进去了 她这是默许了 两个夫人 只得不再说话 一众人进门 陈氏不忘回身 拉住齐悦的手 见她这动作 两个夫人 面色惊讶 对视一眼 原本以为 是个不相干的 无关重要的人 但陈氏竟然如此相待 可是为什么 又没有过多的介绍 他们将视线 正式落在齐悦身上 见这女子穿着简单 但相貌不足 举止大方 站在那里 再加上本身的青春年少 如同一颗宝珠一般 让人不注意都不行 这样子 绝非随事的媳妇婆子 这是什么人 莫非是陈氏交好的 世家子女 这宅子 果然久不住人 虽然收拾得干净 但因为太人气不足 看上去依旧萧萧 不过 从这萧萧中 也可以看出来 凡圣时的模样 这么好的宅子 怎么不住了 齐悦抬头 看着眼前 古朴大气的屋宅 上面悬挂着一个匾额 却没有字 称是好奇怪 守木斋收拾出来没 这边陈氏问道 下人们忙回答 收拾好了 将月娘的东西搬过去 这话一出口 走在前边的三人 再次一愣 回头看陈氏 陈氏并没有理会 齐悦自然 可随主辩 你先去规之规之 歇息一下 陈氏说道 家人相见 家人相见 自然要说些自家人的话 外人不便在场 齐悦点点头 没有客气 便跟着引路的下人去了 身后自有仆腹搬着香笼 雪娘 这人是 男人忍不住问 看着齐悦远去的方向 那边一处宅院隐隐可见 她是齐悦娘 陈氏含笑说 也看那边的宅子 守墓宅 只有她能住的 齐悦娘是谁 没听说永庆府那边 有姓齐的大户啊 三人对视一眼 都看出不解 陈氏却不再多说 抬脚走开了 三人无奈 只得跟上 但不久之后 他们还是无奈地出来 柯哥嫂嫂不用担心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怎么会住不惯呢 等我明日去家里 今日就不过去了 陈氏笑着说 男人看着他叹口气 唉 随便你吧 这么大的宅子 你们这几人可不行 这些人得留下 妇人说道 一面指着跟来的 七八个仆妇男人 陈氏点点头 没有拒绝 谢谢 谢谢嫂嫂 她含笑说 看着三人上车上马 离开了 院门关上 虽然亮起了灯 但灯光很快被偌大的宅院吞没了 而这三人的马车 穿行几条街后 进入了一座大宅 夜色里 灯火璀璨 金西寿面 西环大门 大灯笼 应照着门楼上 德庆功夫 四个大字 门前 一色褐色衣衫的门房 整齐而立 正在听一个管事模样的人 说什么 再几步便是脚门 此时 有人进进出出 见到马车过来 立刻有人将门开展 分开路 马车静止进去了 走了好一段 才停在一处罩壁前 便有呼啦啦的一群人 涌出来 珠光宝气扑灭 拥着这三人 过了川堂 来到一处挂着 西宁二字的院子 雪娘回来了 怎么不回来 那老宅 怎么能住人啊 早说当初就不该 纵着他买下来 满屋子的人 说个不停 坐在正位上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 显然已经习惯了 这么多的喧哗 神色依旧淡然 这孩子啊 从小呀 性子就古怪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他一开口 满屋子的声音 便消失了 莫剑 雪娘都多大了 你还叫她孩子 被尘世 换作三哥的男人 笑道 雪娘 多大了 老妇有些疑惑地问 老妇人 雪娘 雪娘跟四老爷同年 过了腊月呀 就满四十一了 旁边 一个胖乎乎的妇人 笑着 扶着老妇人的肩头 说道 老妇人显然很意外 啊 都四十多了 哎呀 怎么可能呢 明明 没多久之前 还在我跟前呀 清脆的 念书给我听呢 听她这么说 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 现在让雪娘来 还是能清脆的 给您念书听呢 大家都笑道 老妇人却没有笑 反而哭起来 雪娘可怜的 生下来 就没见过父亲的面 偏偏 你们把她架得那么远 她这是得了病 要死了 你们瞒着我 别以为 别以为我老太婆不知道 她哭道 满屋子里的人不敢笑 知道老人的吃病又发作了 忙好好地哄着 说明日就能见到雪娘了 老妇人这才好了 又说了一时的话 众人便退下了 只留下陈三爷 她这次 她这次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当初再三接 她呀 始终不肯进京来 老妇人问 我看着她很高兴 精神也很好 只说想回来了 别的没说 陈三爷说道 老妇人便烫口气 没说话 哎 只是她这次带了一人回来 是她孩子 带回来是最好的 这一次咱们家给说亲 离得静静的 不是 不是她的子女 她没说什么人 是个女子 而且 让那女子住进了守墓斋 听到这里 老夫人猛地坐直身子 啊 你四伯父的守墓斋 那屋子 雪娘连你父亲都不让进 怎么 是啊 陈三爷意识满面的疑惑不解 那个被妹妹如同守护生命一般守护的屋子 怎么让这个女人住进去了 这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啊